另外立法委员傅昆奇在7月5号的上午是前往了中华国小 关心长者们施打疫苗的情况 并且他也说了 要能够完全恢复原有的生活 就得提升全民的接种率 目前正在透过各种管道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疫苗施进到台湾 守护人民的健康 为了了解长者们施打新冠疫苗的现场状况 立法委员傅昆奇在5号上午 特别前往了中华国小 一一关切在场的老大人们 立委傅昆奇穿梭在人群之中 关心民众的施打情形 并且表示 如果要能够完全恢复原有生活 就得提升全民的接种率 目前全世界最新的变种的Delta病毒 在全世界各地又开始在肆虐 以美国来讲 不止所有的这些民众 要施打两剂以上的汇热疫苗 甚至要到三剂的WHO认证的疫苗 才能够有足够的这样的免疫力 所以在台湾 我们要早日解封 彻底彻底回复原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平均施打率必须到七成以上 才有足够的免疫力 所以目前台湾2300万人 至少要6000万剂以上的 经过三期实验的WHO认证的国际疫苗 要赶快进入台湾 我想我们跟中央一起来 攜手 我们群测群力 透过不同的管道 让更多更多的疫苗能够进入台湾 来守护2300万人的健康 我们希望行政院 能够尽快地支持 地方政府 民间企业 我们尽全力 向全世界来招手 来买进最好的疫苗 来守护台湾的健康 我们相信行政院 会给我们善意的回应 全国施打疫苗乱象百出 在开放残疾后 民众更是抢破头 不是比赛跑速度 就是在家比网速 这也凸显出疫苗的缺乏问题 而傅昆奇则表示 他目前也正透过各种管道进行协商 希望能让更多疫苗加速进到台湾 守护人民健康 记者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